荷花三娘子,浙江湖州的宗香若,是个读书人。 一年秋天,她去泼里查看农田时,见庄稼茂密处不住地摇晃,心中怀疑,于是走过田间小路去那里查看,原来有对男女正在地里野河。 她笑了笑要往回走,只见那男的羞愧地系上衣袋,草草离去。 那个女子也赶忙起来,宗生仔细一看,女子长得非常秀丽,心里很喜欢她,想要和她亲热亲热,又实在修于这种笔漏的做法。 于是走向前替她服饰衣服上的尘土,说,你们优惠得可快乐。 那女子只笑不说话,宗生靠近她的身体,解开她的衣服,摸她的皮肤,只觉细嫩滑腻,于是上下几乎摸遍。 女子笑着说,你这个迂腐的秀才,要怎样就怎样好了,这样狂荡地摸来摸去做什么? 宗生追问她的姓氏,女子说,春风一度,挤别东西,何用劳架你审查? 莫非要我留下名字,力真结牌坊? 宗生说,在荒草野坡中私会,是山村放猪的奴仆干的事,我不习惯。 以你的美丽资质,就是偷偷约会,也应当自重才是,何必如此悲琐呢? 女子听了她的话,表示赞许。 宗生又说,我的书房离这里不远,若不嫌弃,请到那里去待一会。 女子说,我出来已经很久了,恐怕别人怀疑,我夜里可以去。 她详细问了茶生门前的特征标记,然后匆忙奔向邪路,急急地走了。 到了夜里一更天,女子果然来到宗生的书房。 两人无限欢爱,极其亲热。 这样过了很多日子,他们俩的事也没有人知道。 恰巧有个西域僧人住在本村庙里,见到宗生,惊讶地说,你身上带有邪气,曾遇到过什么? 宗生说,没有。 过了几天,宗生不知不觉地忽然得了病。 女子每夜都带来好的果子点心给宗生吃,并殷勤慰问她,感情像夫妻一样好。 但是,上床以后必定强让宗生与她相交。 宗生身患大病,很难承受。 心里怀疑这女子可能不是人类,然而也没有办法拒绝,或使她离去。 于是说,以前那个和尚说,我被妖怪迷惑我还不信,现在果然病了,她说的话真灵验啊。 明天委屈她来一趟,就求她贴符念咒。 女子听说后,脸色马上变得很凄惨,宗生更加怀疑她。 第二天,宗生派家人把实情向那个西域僧人讲了。 僧人说,这是个狐狸,她的道业还很浅,容易捉拿。 于是写了两道符交给家人,并嘱咐说,回去找一个洁净的坛子,放在床前,用一道符贴住坛口,当狐狸一窜进去,就赶快在上面盖上一个盆, 再把另一道符贴到盆上,然后把坛子放进开水锅用烈火蒙煮,不多时她就会死去的。 家人回来,按照僧人的吩咐办妥了。 夜深了,女子才来道。 她从袖子里摸出一些金桔,刚要到床前探问宗生的病情,呼听道。 坛子口嗖嗖一声风响,就把女子吸到坛子里边去了。 家人突然跳起来,迅速盖上盆并贴上符。 想放进锅内去煮。 宗生看到满地的金桔,想到以前两个人的感情那样好,心情悲伤感动,急忙叫人把她放了。 于是接了符拿掉盆,女子从坛内出来,极为狼狈,跪到地上说, 我多少年修行道业将要成功,一时几乎化为灰土。 您真是个仁义之人,我是必报答您。 说完就走了。 过了几天,宗生病情更加沉重,像将要死去的样子。 家人急忙去集市为她购买棺材,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女子,问她说,你是宗相若家的仆人吗? 家人回答说,是啊。 女子又说,宗相公是我的表哥,听说他病得很重,本来想要去探望他,恰巧有事去不了。 这里有灵药一包,劳驾你送给他。 家人接过要拿回家中。 宗生想表亲中根本没有姐妹,知道是狐狸来报答他。 吃了这药后,果然病变好了,十一天,身体就完全康复。 他心里非常感激狐女,便对空助导,希望能再见到他。 一天夜里,宗相若关起门来,自己喝酒,忽然听到有用手指轻弹窗子的声音。 拔出栓出门一看,竟是狐女。 宗生大喜,攥着她的手表示感谢,并请她坐下供饮。 狐女说,分别以来,心中时时不安,想来思去,无法报答您的泰恩大德。 现在为你找了一个好伴侣,聊以色泽吧。 宗生问,是个什么人啊? 他说,这不是您所知道的。 明天乘客,您早一点去南湖,见到有采灵脚的女子,其中有个穿白皱纱披肩的,就驾船向她及时过去。 如果分辨不清她的去处,就查看低边,发现一只短杆莲花隐藏在叶子底下,你便踩回来,点上蜡烛烧那花地,就能得到一位美丽的妻子,同时还能使您长寿。 宗生恭敬地记下了他说的话。 不久狐女要告别,宗生在挽留他,狐女说,自上次遭到灾难,我就顿无证道,为什么要以珍惜之爱换取别人的仇恨呢? 说完,面带立色告辞而去。 宗生按照狐女说的话到了南湖,看到荷花荡中美丽的女子很多。 其中有一个垂发少女,穿着用自皱纱做的披肩,真是个绝代佳人。 便迅速划船向他逼近,忽然弄不清他到哪里去了。 于是拨开荷花丛去找,果然有一只赶尝不到一尺的红莲花,便折下来拿回家中。 宗生进门,把红莲花放到桌子上,将蜡烛新捡了捡,点上火要去烧花,一回头,莲花变成了美女。 宗生又惊又喜,急忙伏地而拜。 莲女说,你这个赤书生,我可是个妖狐,将为你带来灾祸。 宗生不听。 莲女又说,这是谁教给你这样做的? 宗生回答,我自己就能认识你,何用别人教我。 上前抓着她的胳膊往下拉,莲女随手而下,便成了一块怪石。 高有一尺多,面面玲珑。 宗生就把她安放到供桌上,然后点上香,很恭敬的礼拜祝导。 到了夜里,宗生关门门窗,唯恐怪石跑了。 天明一看,又不是石头了,而是一件纱佩,远远就闻到一股香气。 展开纱佩的领子和衣巾看去,上面仍然留存着连女刚穿过的鱼痕。 宗生拿到身边盖上被子抱着她躺在床上。 天黑时,她起身掌灯,等转过身来,垂发女已经在枕上。 宗生高兴极了,恐怕她再变了,哀求祷告,然后和她亲热起来。 连女笑着说,真是孽障啊。 不知道是什么人多嘴,竟叫这疯狂而纠缠死。 于是不再拒绝。 两人亲热的时候,连女好像承受不了,屡次求她停止,宗生不听。 连女说,你不听,我就变化而去。 宗生怕她真的走,就此而罢。 从此两人情深一睹,和谐无间。 家里大乡小乡内金银绸缎长长满着,也不知从哪里来的。 连女见了人,只是恭敬地打个招呼,似乎不善言辞。 宗生也避讳着,不对人说她那奇异的来历。 连女怀孕十个多月后,计算十日应当分娩了,就走进房内,嘱咐宗生把门关紧,禁止别人扣门。 自己竟然用刀从肚脐下割开,取出一个男孩,又让宗生撕下块绸缎,把刀口包扎好,过了一夜就痊愈了。 又过了六七年,连女对宗生说,我们前世造下的这段缘分,我已报答,请求与你告别了。 宗生一听,眼含热泪说,你才来我家时,我穷得不能自立,靠着你家里才富起来,你怎么忍心就说远离呢? 况且,你也没有亲族,将来儿子不知道母亲在哪里,也是一件很遗憾的事。 连女伤心地说,有据必然有散,这本来就是常试。 儿子有福相,你也能活百岁,还在求什么呢? 我本姓何? 倘若蒙你思念,抱着我的旧物,呼唤荷花三娘子,就能见到我。 说完正脱出身子来,说了声,我走了。 宗生经看时,他已飞得高于头顶,宗生急跳起来去拉他,结果抓住了一只鞋。 鞋脱下来落到地上,变成了石燕,颜色比朱砂还红,内外晶莹凝澈,像水晶一样。 宗生拾起来收藏好,翻捡箱子,见连女出来时所穿的自皱砂披肩还在里边。 于是,每逢怀念她的时候,就抱着披肩呼唤荷花三娘子,披肩立即化成连女,面带笑容,喜栽眉梢,犹如真的一样,只是不说话罢了。